大家好,我是烟草经销商小七 上篇介绍了烟酒店开店的四点战术 大家有学习到什么吗? 下面还有四点小七接着介绍 战术一,把活动做到位 在团购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随着团购增量越来越小 我们不得不重新重视零售业务 在零售活动中,对消费者营销大的就是促销活动 据调查,消费者中喜欢优惠的占25.7% 喜欢有奖方式的有17% 喜欢礼品获得的占13.8% 喜欢降价比例的是37.3% 喜欢其他手段的占5.5% 店内时常有促销活动,能很大的吸引顾客 应该在店内加上价钱 比如对一些价格不透明的产品 可以直接打上原价和限价 并用明显的字迹鞋上,直降某某元 同时店内还可以设置一些抽奖箱 箱子内的卡片脏脏有奖,顾客购买产品后就可以抽奖 奖品不在大小而在于吸引顾客 每逢重大节日都应该把价格透明的产品以优惠的方式除销 让顾客知道这个烟酒店里的产品实惠 当然,活动执行要充分考虑小规模购买和大量购买的区别 实现小额购买有优惠,大额购买优惠多 战术二,节约开资,开源的同时还要注意节流 烟酒店只有增加收入,减少开资才能更好的经营 战术三,更加注重以点待面,形式发展团购业务 团购渠道竞争激烈 在此时我们更应该注重对原有团购客户的维持 增加与机有客户的粘性 烟酒店收入怎么样 在维护好机有团购客户的同时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关系比较好的客户 发展这些客户的上或者下 这要不仅能更好地维持与现有客户的关系 也能进一步增强与团购客户的粘性 战术四,谨慎选址 重点关注电中电模式 我们曾经提到 烟酒店分为品牌专营店 半森型烟酒店 直营型烟酒店 流量型烟酒店 支援型烟酒店 电中电等很多种不同的烟酒店 在选址和经营上有不同的方式 这里小鸡要向各位介绍一种流传于小部分人的经营方式 近年来 外资市场开始在国内大范围经营 但是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 相关部门不会给外资市颁发烟草专卖许可证 这也酝酿了一个新的商机 现在很多烟酒店老板都因为抓住了时机 进入了沃尔玛等大型外资超市而创搜 你身边有这样的外资超市开业 你也要注意哦 烟酒店收入怎么样 就跟玩游戏一样 哪个行业也都有相对应的经营技巧和政略 烟酒行业被淘汰的可能性小 基本等于零 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 掌握以上八大战术 相信未来你的店铺将会风生水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